《財資大道》 林極營 何文堅 繼續回到財資大道 打工最重要是開工足 以及薪酬方面有上升 究竟建造業方面的薪酬趨勢是怎樣 以及開工究竟足不足夠 或者安全情況是怎樣 請這位嘉賓跟我們談談 就是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思傑 早安 周先生 早安 周先生 早安 周先生 先和您談談 大家關注著現在經濟 雖然我們投資氣氛很快 但整年來講 到現在大家都覺得 氣氛方面始終是一般 你自己看看 今年工程方面的情況 開工情況是怎樣 其實今年來講 工程量確實是少了很多 其實我們業界去年已經感覺到這個情況 今年顯現出來更加差 大家都看到 其實上層一些建築師工程師 其實他們都要放無親戒 我前一陣子跟業界都談過 他們都說 其實我們的工程量 私人市場 大約少了三分之二 政府的工程都是維持穩定的 當然工程方面少了 薪酬方面的情況是怎樣 知道建築業種工會 跟業界方面持份者相應之後 決定下個月一號戲 主要16項的工種當中 都是部分有加薪的情況 情況是怎樣 是 其實我們16項的主要工種 其實都包括了整個建築的流程 有14項我們是動身的 今年不會有調整 其中有兩項就會有少少升幅 分別是3.1和3.3 就是金屬瓣架和華麗基 他們最主要都是 勞定力相對比較少些人的 和都比較辛苦些 就會有少少升幅 我們其實都和業界 我們收到問卷調查之後 他們的意願 業界現場 現在的情況 和我們都和相關的一些持份者 大家坐下來聊過來 都一致認為 今年停一停會比較好些 但也有聲音說 建造業的工作模式和一般行業不同 有些工種可能有些人 有幾天休息幾天 休息幾天 其實所謂的開工不足的情況 很難統計 是否比較特別呢 我覺得每個工種或者不只是建造業 都有些這樣的人 我相信 我們身邊的同事可能有些都會多請假 建造業當然更加特別一點 因為它是日薪的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要養家戶口 這些是個別事件 不會大部份人是這樣 我自己所接觸的 大部份人的師傅都是回足工的 既然工種方面 特別在私人市場上 工種方面現在開工的情況 剛才聽你說 部分工人都說 可能有些不足的情況 其實政府也有輸入外勞的計劃 怎麼看兩者的平衡 我覺得輸入外勞 其實我們稱輸入外勞的時候 其實是香港建造業很旺盛的時候 那時候真的某些工種是缺人的 那時候我們已經輸入了 現在7000多在香港市場上做 在去年開始到今年 其實市場勞動力的變化是急劇的 因為我們大量的私人工程停了 或者是沒有開工 工程量少了 那自自然而由一批人就會多了出來 例如我們有些前期的工種 因為建造業的那個工種做法 就是你做完接著我做 那前期的工種講著 釘板、雜鐵、駱石屎那些 現在已經聽到 已經見到一些偽端 有些人就少了公開 那接下來的我們風火水電 其他的那些 其實因為工程量少 現在在做工程其實會起火 陸陸陸續續出面會起火 那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政府真的要看清楚我們的市場情況 才去決定輸入外奴是怎樣 其實我想這個是要及時審時度勢才行 有沒有跟有關方面去表達相關的意見 或者跟局方方面去溝通 現在的情況是這樣 我想這個溝通的渠道是暢通的 我們隨時都跟業界或者是跟局方那些有密切溝通 但是早前有調查都說了 香港的建築成本全亞洲最貴 超越了東京 其中一個就是 當然繁民育節 政府審批這些就增加成本了 但是人力成本都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如果我們經常說要跟新加坡比 新加坡有130萬外奴 其中他們填海、建樓全部都是外奴來做的 本地人基本上最少都做管工 這個競爭力就增加了 怎樣看呢 跳出了怎樣回應這個社會的意見 對於除了建造業界自己內自身的需求之外 其實整個社會可能都希望有一個有效的 低成本的發展方式 是當然 講到說那個人力的成本 在那個建築成本裏面其中一個因素 但是那個數據其實未必是適切準確去給我們工人的 因為我們工人收到的人工 和老闆他其實去收的人工有不同的 因為我們人工 譬如我們指標的人工 老闆在那裏可能加一些成本 加一些MPF那些 那些才是真正的成本 真正去到工人手上是沒有那麼多的 第一 第二 其實我們都看到香港其實是一個居住成本很高 全世界第一的成本來的 其實在發展局的報告裏面 他都承認的 香港那個人工的水平其實是合理的 因為我們都要應付我們的生活 所以我覺得不可以這樣去計 那個建築成本裏面 哇你的人力資源佔了20% 那其實還有很多的 那些成本所謂其實還有很多 比如機械啊地啊你的利潤啊那些 那些都要計的嘛 如果你說你純粹是計人力那裏去看 要去壓縮它其實是不公平的 至於你說新加坡呢 其實我覺得都不可以有個類比性的 因為新加坡呢 它有外勞嘛 它外勞的數量其實呢 拖低了它那個生根的水平的 所以你說真正的計算上來 是不是我們相差很遠呢 我覺得又不是 另外也說經濟環境一般 其實建築業在今年頭九個月 其實收到的求助個案 或者一些欠身個案的情況又是怎樣呢 是 那麼我們就在今年呢 是就大約由七月份開始 那個欠身的情況是突然間飆升的 是 那麼到目前為止呢 我們工會的統計呢 就大約我們收到的投訴個案 就146宗 那麼小的有二三十人 大的就上二百三百人都有的 那麼總數人數呢 就大約是一千五百五十人左右 根據我們統計 那個金額呢就牽涉到二億九千萬 那麼呢 就是其中呢 有工人的人工 就是純粹的人工佔是七千萬 其他那些呢就是一些工程款 這些情況 那個情況是非常之不重的 嗯 有沒有了解過 即是怎樣會有這樣的急劇的變化呢 以及接下來的趨勢會怎樣 是 我覺得呢 最主要都是呢 馮長忌事件之後呢 銀行就收緊了貸款 這個一個原因 那麼很多以前我們那些做工程的 可能都要做些貸款 第二個原因呢 就是工程量少了 那麼工程量少了之後呢 我們以前有工程的話呢 你有十個蓋都有 十個鍋都有九個蓋嘛 那麼你這裏收不到而已 那裏可能會收到回來 下錢補回來 下錢補回來 那個供應 那個資金鏈都還可以 第三個原因呢就是 拖欠那個款項是嚴重了的 那麼剛剛前兩天呢 我收到一個求助呢 他的工程款是由一月到八月 都沒有給他的 那麼你想想 如果這麼長的時間 但是你一個而判 他究竟頂到多少呢 第三個就是呢 其實就是 一些材料買賣那些呢 以前我們有審數期的 是 現在基本上呢 大家都怕怕 怕你沒有錢收就要 貨到副本啦 或者是 就是 你付錢才 先送貨啦 這些都是一些因素來的 令到那個資金鏈呢 是緊絕 所以呢就出現這個情況 目前呢 在制度上面都有一些修改到啦 對於工人的保障又怎樣呢 其實啦 在現在的工人的保障裏面呢 是最多 譬如他 我們現在有個 就是大半電資 就是兩個月的 那如果你是拖欠一個月兩個月呢 你去追討呢 都還可以 就是你起碼都追到啦 但是有些工友呢 我們過往都有些case 就是他可能四個月啦 因為相信 可能他相信那些判頭啊 大家兄弟班啊 這樣拖了四個月 那大半就算肯佔資出來 他都是兩個月而已嘛 那另外兩個月 他就很難 就是要做訴訟 這個是其中一個比較好的case 如果大半不肯出來佔資 他說哎呀 我已經給了錢個二半了 那裏判呢 他說哎呀我沒有錢啊 或者甚至走了老呢 你就要去做勞工處啊 或者是法庭裏面做訴訟呢 講的時間是很久的 那其實那些工友很慘的 他們每個月都要支出的嘛 那你拖這麼多長時間 那他們生活方面成問題 嗯 但是其實最緊要真的有漢出沒有糧出啦 沒錯沒錯 不應該做到一個香港法治的地方 是啊我相信大家都不想的 新行新市的制度當然是有人轉空子的 沒錯 做了些案例出來就警惕一下 等大家就有規有舉 我們的聲譽都不能夠影響的嘛 希望業界和執法部門一起攜手合作 相信很快就可以 還有跟各方多些溝通了解實際的情況 今天謝謝周思傑 謝謝 謝謝